根据联合国研究 全球的林地正在大量的减少 面临了烂肯还有退化的威胁 加拿大有一间新创公司 专注研发以无人机的技术 加速重新造林 从加拿大开始延伸到荷兰巴西 目标在2028年 种下十亿棵树 加拿大森林资源丰富 拥有3.47亿公顷林地 占全世界森林面积9% 排名全球第二 但根据联合国研究 全球林地正在大量减少 面临人为砍发和退化威胁 重新造林成为全球当务之急 瓊斯在2019年在加拿大 成立一间新创公司 专注研发以无人机技术 加速重新造林 他的创业灵感 来自年轻时的打工 八年前 加拿大西部发生严重森林野火 当时他的工作 就是到现场亲手植树 无人机取代人工造林 最大优势就是速度 五人机队出动做好土地调查 从空中撒下特别设计的种子装置 里头包含三粒预先发芽的种子 菌根和肥料 进入土壤之后继续生长 和传统种植法相比 种子装置用水量少 可以更快更经济的种植树木 无人机今年春天已经在加拿大北部 种下超过三十万个种子装置 播种后继续用无人机灌溉养分 监测树木成长 目标是在二零二八年前 种植十亿棵树 但这项新科技的最大挑战 是电池续航力 目前一次只能飞二十分钟 从目前结果来看 并非所有种子最终都会长成大树 前五古人的新科技还有不少改善空间 但至少提供了森林富裕一项新力气 无人机重新造林计划 从加拿大开始 接下来目标延伸到荷兰以及巴西 目前一架无人机 一天可以种超过一万棵树 团队希望继续提高速度和效率 尽快赶上森林消失的速度 TVBS新闻综合报道